我想近期很多人都在玩《人王2》 不知道大家爆了幾次 還是不停在《Loop》落名呢? 但其實以前都有一隻 跟《人王》一樣可以在日本戰國時代斬妖除魔的遊戲 而這隻遊戲就是《鬼武者》 Hello 大家好 我是B2 《鬼武者》這隻在 PS2 上推出的遊戲 對於有些年紀的玩家都絕對不會陌生 這隻遊戲當年在2001年推出 近創下首次發售就超過百萬的遊戲 到底《鬼武者》這隻遊戲有什麼把炮可以創下這個階段呢? 就等我帶大家看看《鬼武者》這遊戲到底是怎樣的 Let's go 這個頻道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對一些遊戲和動漫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鬼武者》這遊戲的故事就講述 在1560年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的時間 西方魔界的萬魔一族為了征服世界 位於戰亂時期的日本當然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而作為《幻魔一族》的宿敵《鬼之一族》 就選了一位由著名演員金城武扮演的《明治阻賣介獸門》 也即是《明治光秀》那則繼承傳說中《鬼武者》的力量 阻止《幻魔一族》的陰謀 遊戲的故事就在這裡開始 不過說到《鬼武者》 就怎樣都要提一提《Biohazard》 原因就是當時Capcom推出了《Biohazard》之後 就構造了一個戰國《Biohazard》的衍生作品出來 但是不知為何最後就演變了《鬼武者》這遊戲出來 所以當年我玩《鬼武者》的時候 我心想 喂! 頂你呀?這麼像《Biohazard》呢? 遊戲的固定鏡頭、畫魔的實驗室 一些遊戲的解謎元素等等 都完全好像玩《Biohazard》那樣 不過很慶幸遊戲的主要武器 都是一些武士刀、劍等近戰武器來的 如果不是就真的變了玩《Biohazard》 不過後期是有得用《火星槍》這件事的 咳咳咳 雖然說到遊戲好像《Biohazard》那樣 但是其實《鬼武者》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這裡 例如《吸魂系統》和《一閃系統》 這兩個系統可以說在遊戲界影響深遠 因為未來很多遊戲的玩法都借鑑了這兩個遊戲系統而設計 但是...以現今的遊戲準則來看 《鬼武者》可以說有少許的缺陷在這裡 就是遊戲時間比較短 以及不能飛CG動畫 不過只有在Xbox推出的《幻魔鬼武者》裡面 就改善了這方面的問題 而且可以說是《鬼武者》的完整版 除了原有的系統之外 也追加了一些新的遊戲系統 例如《處力斬》等等 當然不少得就是新敵人和新地圖 以及可以飛CG動畫 而因《鬼武者》的成功 CAPCOM之後就基於《鬼武者》的系統 衍生了幾隻續續出來 《鬼武者》2 《鬼武者》3 《鬼武者無賴轉》 和《新鬼武者》 雖然每隻遊戲有些位置 有好又沒有 但整體上每一隻都可以說是經典遊戲 遲些有時間的話都可以說一下這幾隻遊戲 老實說 《鬼武者》這隻遊戲 無論在遊戲業界和我們這些 有點年紀的玩家心目中 完全有一定的分量 而且這隻遊戲 令一個知名道母 積填信長 《明治江壽》等這些 戰國名將這麼高的歷史人物 《明治壽滿》 增添了幾分科幻的色彩 而且在一些和日本戰國時期相關的遊戲 例如《決戰三》那樣 更拿了《明治壽滿》 在裡面的設定開玩笑 《明治壽滿》 不過《明治壽滿》 《明治壽滿》 這個人就連影都沒有了 如果大家想玩這隻經典遊戲的話 作為炒冷飯王的CAPCOM 2018年在PS4、Switch和Xbox 2019年在PC上推出了《鬼武者》的HD Remaster 而且加入了繁體中文 讓各位日文苦手可以了解一下 《鬼武者》的故事到底是說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鬼武者》這遊戲呢? 有玩過又對這遊戲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在B2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